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我今天要來告訴各位同學 五題我精選出的會考考題 你一定要會 而且你一定要會這種解法 OK 來領略一下李漢數學思考卓爵的魅力吧 你看 我今天穿了一件非常應景的T恤有沒有 是不是 幾何圖形 對吧 穿的也紅紅的 希望同學也考得好好的 OK 好來同學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的題目我就不再多所贅述了 我們直接進入到他要問的問題 第一個他問說PBE的面積跟QBE的面積到底誰大誰小 還是一樣 我們就來看一下 PBE的面積的三角形 底是BE QBE的三角形底也是BE 再來 PBE三角形的高跟QBE三角形的高是一樣的 所以他是同底等高 所以這兩個面積是一樣的 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個 第二個他問說PRE跟QSE面積誰大誰小 來注意這個應該很參考 我們要回看 兩條平行線間的領結型 面積是一樣的 面積是一樣的 所以PRE的面積是不是就是ARB的面積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QSE的面積是不是就是ABS的面積 齁再重複一次喔 PRE的面積是ABR的面積 QSE的面積是ABS的面積 誰大誰小應該很明顯了吧 對不對 一個是這樣 ABR一個是ABS 誰大 當然是後面這個大 這樣15題就結束了 讚 接下來進入第17題 第17題 他要問這一個六邊形的周長 然後他說這個Q點實際上是 P點以AB為對稱軸的對稱點 那這個R點也是一樣 那他給你這個AB是2 A珠是4 問你說這一個六邊形周長多少 這時候我會想做一件事情 我把這打個XX 有沒有 好問一下 這個有沒有等於這個 有吧 這個有沒有等於這個 有 這個有沒有等於這個 有 長方形的對角線等長且互相評分 應該沒問題吧 OK 好 那對稱嘛 就是把這個圖翻過去 有沒有 翻過來 OK 所以實際上這六邊形的周長 實際上就是這兩邊 加上兩條對角線而已 就這樣 那請問一下這條對角線怎麼算 這裡是2 這裡是4 1比2 斜邊應該就更號5 它是兩倍嘛 所以這就是2更號5 所以這也是2更號5 就是4更號5 其實已經結束了 選項裡面就只有一個 有一個 是4更號5而已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十一題 二十一題 你看到這一個二次函數 你就要知道 它的頂點的X坐標叫做-7 可以嗎 有頂點的X坐標 是-7 你會知道它的對稱軸是X等於-7 接下來它有講 接下來它有講AB比BC是5比1 我假設C點的X坐標叫做X好 那A點的X坐標就會是-5X 因為他說它是5比1嘛 接下來 OK寫完了 X加-5X除以2應該是-7 對吧 所以就變成-4X答案是-4 所以X答案是7 那AB一整段呢 是它的6倍 是X的6倍 所以答案是21 結束 同學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十二題 題目我就不再多所贅述了 你們都寫過了 OK 直接 進主題 他說這個腳APQ的外角是75度 這是75度 他想問這個PQE的角度是多少 我的做法是這樣 我過A點啦 做一條平行EF的直線 我是不是只要求出這一個腳 我就知道這個腳是多少 因為內錯腳相等 對不對 OK 好 那接下來我只剩這個腳要打而已 因為它是正九邊形 每一個外角是40度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正N邊形 不管是幾邊形 它的外角核都是360度 OK 那因為正九邊形嘛 所以你把360除以九 每一個外角是40度 那因為我這個是平行這個底邊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外角40度啊 會被平分成兩個 這個就是20度 OK 我的想法是這樣 那這裡20 這裡75 加起來就95了 所以剩下這個腳就是85 那這裡就是85 結束 同學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第23題 23題題目是這樣 他說10片拼圖拼起來56公分長 4片拼起來23公分長 問你一片多長 很簡單 這看變化就好了 這裡少6片 這裡少33公分 所以 這裡少3片 這裡要少幾公分 2比1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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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所以23扣掉16.5 這答案就是6.5 結束 謝謝各位同學的觀賞 謝謝各位同學的觀賞 如果你對老師的講解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會一個一個回覆你們喔 還有 如果認同 喜歡我的上課方式的同學 歡迎來上我們高中數學銜接課 下面有表單 可以讓你報名試聽 趕快來 等你喔 1 1